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楼 今天小楼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作者,国雪 不懂得学习的人正在被时代淘汰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前段时间有两条刷屏的新闻 一条新闻是 河北唐山市地方政府 把地方上的路桥收费站都取消了 之前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也面临着下岗 于是他们去找有关领导讨说法 在这群下岗人员中 一位36岁的大姐说 我今年36了 我的青春都交给收费了 现在啥也不会 也没人喜欢我嘛 我也学不了什么东西了 除了收费,啥也不会 一句话在网上强烈讨论 另一条新闻是 阿里巴巴年薪40万 招聘资深产品体验师 要求年纪在60岁以上 招聘结束后 首批应聘到岗位的 十位大姨大妈 参加了线下沟通会 其中 83岁的清华学霸奶奶 是十几个群的广场物KOL 经常组织一些线下活动 62岁的曾大爷 更是直接拿出自己做的PPT 他还有一首熟练操作 Photoshop的绝活 年轻网友纷纷表示 直接碾压二十多岁 还在用美图秀秀的我 一边是年过花甲 古稀的大姨大妈 大秀才艺 一边是36岁的女收费员 哭喊自己早过了 学新东西的年纪 除了收费 什么也不会 两则新闻放在一起比较 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 不懂得学习的人 正在被这个时代淘汰 想要不被取代 就要有随时随地学习的能力 在德国的西北西城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老太太 约翰纳·马克思 1994年 70高龄的约翰纳·马克思 经过长达六年的刻苦攻读 以优异的成绩 获得了科隆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学位 九年后 79岁的约翰纳·马克思 完成了自己 长达200页的博士论文 论文的题目是 如何安度晚年 学习 使老人永远充满活力 而此前 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小职员 退休以后 因为不满于现状 他报了法语班 后来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 入学的第三年 他艰难地学会了使用电脑 并修满了所有的学分 博士毕业后 约翰纳·马克思 登上了迪沃·雷克的脱口秀 成了德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退休的老太太 竟然在80岁迎来了人生的巅峰 据统计 近十年来 人类知识的总量 超过了以往2000年的总和 并且 还在以成倍的速度发展 举个例子 假如一个行业里的权威学者 三年不学习新知识 那么三年后 他几乎不可能看懂 一篇本行业里前沿的博士论文 稳定 往往会带来一个弊端 它使人丧失斗志 如同温水中的青蛙 不敢主动做出改变 而一旦改变来临 势必会陷入被动之中 甚至惨遭淘汰 养成随时随地学习的能力 就是打破这种沉闷 和死期沉沉地稳定的 一枚筹码 它是一种纵向的自我提升 同时 在横向上 是对自我人生的一种风影 没有人能啃着 在学校学到的知识 混一辈子 事实上 一个人在学校学到的知识 在此后的工作中 只能用到其中的20%左右 任何人都不要过早下 过了学习的年龄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结论 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尔的 《爱丽丝静忠奇缘》中 有这样一句话 红皇后对爱丽丝说 你必须不停地奔跑 才能停在原地 生物学家立方瓦伦 借用这句话 在1973年提出了著名的 红皇后假说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不禁几时倒退 停滞等于灭亡 莫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首席科学家 潘建伟院士 再次访问欧洲的时候 在阿尔贝斯山的一座小镇 遇见到了一个 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 然后有了一段 很有意思的对话 老太太问 你是干什么的 潘建伟说 研究量子物理的 老太太说 你研究量子物理哪一方面 潘建伟说 量子信息 量子态隐形传输 老太太说 我读过你在自然上面 发表的那篇文章 潘建伟听后 惊讶不已 他心生感慨 在这样一个 信息闭塞的地方 一个茂迭之年的老人 依然对世界上 最前沿的科学 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这种终身学习的精神 实在令人敬佩 学习 应该是一个人 一生一以观之的事情 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 无论你多大的年龄 无论你是否愿意 之前在网上 看过一个段子 有位大哥 因为走私罪被捕 死活不肯透露 货藏的地点 最后判了二十年 二十年后 他刑满释放 带着脚地们到郊区 找到了埋货的地点 一群人挖了半天 挖出一个大箱 大哥激动地说 这批货一出手 我们就有钱了 这些年的苦 也没白受 最后箱子打开了 满满一箱BB机 即使我们可以 不把它当一则笑话来看 它说明了一个 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一件事物被淘汰 和一个人的落后 一定是因为这件事物 和这个人 丢失了核心竞争力 2007年初 乔布斯缔造的苹果公司 发布了第一代iPhone 诺基亚的工程师们 在第一时间 就拿到了样机 但他们对这台新手机 并不感兴趣 因为苹果引以为豪的 触摸屏技术 本来就是 诺基亚公司的专利 当时 诺基亚的一台经典机型 在全球 累计销售了两亿台 巨大的利润面前 诺基亚根本没有动力 去创造一台 颠覆时代的科技产品 结果 没过几年 曾经的行业龙头老大 诺基亚 一夜之间 轰然倒下 苹果 成了全世界 事实最高的公司 很多人都问过一个问题 什么是核心竞争力 有个很形象的解释 假如你在人群中 具备某种能力的概率 是10% 这个能力本身有价值 就可以称之为竞争力 但如果你同时 具备另一种能力 同样在人群中 具备该能力的人的比例 为10% 而你的这两种能力 是互相独立的 那么具备这两种能力的人的概率 就是10% 乘10% 等于1% 这就是核心竞争力的意义 真正能让你与众不同 脱颖而出的 一定是因为你在某个领域 在某个角度上 与众不同 一定是因为 你有大多数人 在某件事上 所不具备的独到见解 一定是因为你和别人不同 而绝不是单纯的 说你很优秀 或者说 你很勤奋 要知道 把一个优秀放到一群优秀中 是没有意义的 而假如这个优秀 同时拥有别人所不具备的 另外的素质 那么这个人 才会脱颖而出 为什么很多美女身边 总是有一个 既没有钱 又不好看 个子还低的男朋友 你会发现 这些男生 要么幽默 要么善解人意 要么细心善良 总之 一定有其独一无二的特质 因此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去寻找 别人忽视的领域 通过自己的努力 抢占有力的位置 疏通其中的关键环节 同时 将自己擅长的部分 继续伸挖到极致 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你才有可能脱颖而出 当阿尔法狗 击败人类最顶尖的 围棋高手柯杰的时候 很多人都感慨 人类 马上就要被机器取代了 可没过多久 阿尔法狗 就被打败了 而且 以100比0的战绩惨败 打败他的 正是不断学习的 升级版本 阿尔法狗 ZERO 真正能笑到最后的人 一定是那些不断学习 提高 完善自我的人 36岁 才多大呀 这么年轻就自暴自弃 虽然可怜 但也应了那句话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谁也不用求 最后只能靠自己 我一个同事感慨到 36岁的加油站大姐的近狂 固然令人同情 但人并不是靠同情活着的 拒绝学习 拒绝接受新知识 拒绝迎接新趋势 最后无论是有什么样的苦衷 和不得已 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被这个社会 无情淘汰 因为除了你自己 谁也无法改变你 记忆的书歌 作着歌之河 平凡的外壳 是成长的目击者 一时愈活的 意外和选择 被谁用生活藏起了 如今我掀开想执手 才发现慢的该不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